现在呢我们给大家说到了我们那个Suffle 就是将数据打乱重新组合 这个其实只要你明白这个概念 我觉得难度不大 它就是将打乱重新组合的这个操作 称之为叫Suffle 明白它就行了 但是我就问同学们 如果我这样的话 你们觉得对还是不对呢 我把这个图我换一下 我把这个箭头呢 我这么去 大家想想 这个你们觉得叫不叫Suffle 就这个操作叫不叫Suffle 前面这个画的图就感觉有点乱 对吧 所以感觉打乱重新组合了 感觉是这样 那这个呢 这个告诉大家 它就不叫Suffle 老师不对 不也是打乱重新组合了吗 其实它打乱了吗 它有没有打乱 它没有打乱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句话是怎么说的 是将数据的分区打乱 就意味着一个分区中的数据要被打乱 但是你发现没有 一和二打乱了吗 没有吧 三和四它也没打乱 所以一二三四并没有被打乱 你只是把它们组合在一块了 这个并不叫做Suffle Suffle一定是将数据打乱 重新组合 也意味着一和二可能打乱了 三和四可能打乱了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老师画的这个图 本质上应该是没有Suffle的 那所以Suffle一定有个打乱 重新组合的概念在里面 好 那这个咱们说到这以后 咱们再补充一下 咱们再复制 复制以后 咱们接着往下 往下 往下以后 大家看这样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现在把三和四我拿过来 咱们拿过来 把箭头呢 我们放到这边 然后呢 把这个箭头 我放到这 给它放过来 然后把这个箭头呢 我往上放 好 放完了以后 那这个时候 我假设我分组之后 我要对组内的结果求和怎么办 朋友们 我要对我组内的这个求和怎么做 那就意味着 我得再创建个RT 咱们讲过呀 所有的功能都是需要什么呢 都是需要给它重新组合在一块的 所以呢 我们给这个绿色 这就意味着 这个叫上 咱们举个例子 这叫上 我要把我的分组后的数据给它求和 而且是组内求和 那组内求和的话 一和二 不用说了 一和二的结果呢 就是三呢 所以把这个们求个三 然后呢 把这个去掉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三和四 那它的结果就是七 那所以这就是个七 所以我就想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那我就想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好 放过来 那放过来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存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一和二 直接往下走 走到上 那也得个三 一加二点三 然后呢 我的三和四呢 往下走 走到七 这个没问题 但是我问同学们 如果假设我当前不是只有一二三四 我假设有什么呢 一二三四五六怎么办 也意味着 我假设我当前的这个地方 那再来一个 给它来个这个颜色 然后呢 我把这个东西呢 写上什么呢 我们叫五和六 把这个呢 写上五 把这个呢 写上六 写上六 好 然后呢 我现在有一二三四五六 那么我的五和六呢 就会什么呢 放到咱们这个地方 放到这个地方以后 那么我的古拜要分成机有数两个组 那么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什么现象 默认情况下 是不是分区数量不变 你是三个 我这边也是三个吧 我这边也是三个 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这个五和六 根本就不可能放这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了 同一个组的数据 必须在同一个分区 那就意味着 一和 那个我们这儿 写错了 应该一和三 二和四 那是不是意味着 大家想想 那我这儿写错了 应该是四了 那么二和四应该是六 那么大家想想 那我现在 我的五肯定去这儿吧 一和三在这儿 那不可能去别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箭头 你就会发现 它应该怎么办 它是不是应该去我们的一和这儿 所以我的五 其实是应该往这儿来的 那么六呢 它也肯定是往这儿来的 不可能去别的地方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当前的它 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这个分区不可能有数据 绝对不可能有数据 从逻辑上分析 是绝对不可能有数据的 这是我们前面的要求 同一个组的数据 一定在一个分区 你就两个组 最多就是两个分区 哎呀老师呀 那有没有可能 我的一个分区有多个组呢 大家想这个事 就是说一个分区 它会不会有多个组 会不会 会存放咱们的多个组吗 会不会 一个组在一个分区 那一个分区 是不是只有一个组呢 想想 其实你想就能想明白了 我现在假设 我们当前是一二三四 然后我分两个组 只有数可是我的分区数量 只有一行不行 分区数量只有一行不行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那如果可以的话 那你先有两个组啊 看你分区就一个呀 你分区就一个 你能够能不能放多个组 能啊 所以它是可以的 记住啊一个分区 可以存放啊 它是可以存放多个组的 所以这个关系 咱们需要明确啊 好那这个咱们明白了以后 咱们接着往下来说 说下面一件事情 下面的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的一二三四五六 是我们切分成了三票 然后呢 我去做分组 但是这个分组呢 没那么快 而不是同时的 就意味着 我假设咱们举个例子 同学们 我的一和三 我先分完组了 那我就问同学们 这个一和三 会不会马上去做计算 会不会 我的一和三 会不会马上往下去做计算 我的五和六还没来 会不会 那如果它会的话 那就意味着得到四了 那我就问你五和六来了怎么办 一和三拿到手以后 分了个组 然后呢 去求和 求个四出来 那如果这个五 也流转过来了 到这儿 可是三和四已经过去了 那五是不是就接着往下流了 那是不是四加五十九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感觉没问题啊 但我告诉大家 这种方式根本不对 为什么说这种方式更不对呢 因为你们之前学那个 MR头有没有学过一个叫 有向无环图啊 学没学过一个叫 有向无环图 叫DAG 叫有向 咱们什么呢 有向咱们叫无环 无环图 这个听说过吗 什么叫有向无环图啊 首先第一个 这个图叫拓骨图形 那叫拓骨图形 这个拓骨图形呢 其实就是点和线 所形成的几何图形 就叫做什么呢 我们的拓骨图了 那么点和线 记住咱们给大家去说一下 咱们有点啊 咱们这里呢 是有点啊 然后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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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通过线把它连起来 形成个图形 形成个几何图形 这就叫有向无环图 但是这个有向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个线呢 有箭头方向 有方向 就这个意思 就这意思 那怎么体会呢 很简单 我们的箭头 它说的是数据的流转方向 所以叫有向 那么这个点是什么呢 叫功能 就意味着 这个叫方神一 这个叫方神二 它叫方神三 它叫方神四 它叫方神五 它就明确告诉你 我的数据是如何流转的 它会按照我的功能的顺序 先走F1 处理完了以后 箭头会指向F2 再往下走F3 再往下走F4 再往下走F5 这就是一个有向的概念 图形就是点核线的几何 拓不图形 那什么叫无环呢 什么叫无环 无环的概念是说 你的功能怎么了 不能回来 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能从F1走到F2 F3 F3再回到F1 这个是不允许的 如果它可以的话 这就叫环 形成了个环状图形 老师 那它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是因为大家想想 你们当时学地归这时候就学过 如果没有跳出的逻辑的话 是不是就一直在循环啊 对不对 最终就会爆错 我们这也是这种情况 你不能保证说 F1到F2到F3 然后呢 F3回到F1 又是F2 又F3 又回到F1 你是个圈了 你跳不出去 你跳不出去 你就得不到最终的结果 那我计算的目的何在呢 我计算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计算的结果 但你发现你这人跳过跳出去 就得不到结果 那这个操作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这就叫有向无环图的意思 比如我现在画的这个图就叫有向无环图 就是它 但是你可能会问了 你说老师呀 可是有这种情况呀 F1走到F2 再走F3 再走F1 就有这种情况呀 记住 有这种情况 图也不是这么画的 那图应该怎么画 图应该怎么画 图的画法应该是这么画的 点 点 然后呢 干嘛呢 它叫F1 它叫F2 它叫F3 它呢 F1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个F1在新加一个而不能回过去 那就意味着你的F1 F2 F3 是不是再到F1 那这个F1往下走就可能是F4 所以就是意思 这个就不会形成环状 但是你会发现它是F1 我们它是F1 它也是F1 但是记录这两个可不是同一个 不同一个 你可不要误会 老师都是一个功能 不对 从顺序的角度来讲 你的F1 它是一个中间的过程 这个是有区别的 所以叫有效无关图 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你能明白这个事情的话 你再回过头来 看我刚才给大家画的一个图 大家想想 这个图形当中 你这个5 你大家想想 你的4都算出来了 还能回过头来 再把5放过来吗 能不能 你这种感觉 你是不是就等同于我的流程已经过去了 我的流程过去了 是不是又回来了 再过去吧 就这样 所以这种方式是绝对不允许的 那既然这种方式不允许 那么你们觉得它应该怎么允许 比如说它应该怎么做呢 既然这种方式它不允许 不允许说 你的一和三直接往后求到四 那该怎么办 那是不是意味着需要保证所有的数据都分完组织之后才能往下走啊 所以咱们这里还得告诉大家 史巴克还有个要求 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史巴克要求 它要求所有的数据必须分组后才能继续执行啊 他们才能继续执行后续操作 也意味着你不分完组是不允许往下做的 为什么 就因为它可能跳不出去了 那好 那按照这个理论来讲的话 那就意味着五必须要放到这 那么六就要必须放到这 可是如果这么理解的话 又有冲突了 什么冲突啊 一和三分完组以后 它都等着五过来 但是这个五一定马上过来吗 不一定啊 网络交互 你怎么能够保证 它一定马上过来呢 不能 那既然不能的话 那一和三 我问同学们 能不能存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把一和三存在这个位置 能不能 不能吧 咱们前面讲过了 RDD能保存数据吗 RDD不能保存数据吧 所以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RDD不能保存数据 RDD是不能保存数据的 那就意味着你的一和三来了 你分完组以后 你又不能保存 但是你又不能往后走 朋友们 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 它不能保存 但是你又不能往下走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么还是得保存吧 还是能保存 刚才你说了不能保存 那什么意思 告诉大家 RDD不能保存数据 说的是RDD对象不能保存 就是你的那个六台的对象里面 不能存数据 但是你又不能往后走 你还得存 那怎么办 所以告诉大家 所以咱们当前记住来来说一下 当前我们的独拜 独拜操作 它为什么呢 将数据保存到什么呢 叫磁盘文件中 保证我们的数据全部分组后 实行后续操作 后续操作 记住 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讲的 就意味着 它RDD对象不能够把数据保存下来 一和三保存不了 但是你又不能往下走 怎么办 还得保存 但这个保存 就不是保存在我们对象中了 而是保存到磁盘文件中 所以这个图要接着给大家再改一下 改一下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图应该怎么变呢 把它往后来 往后来以后 把这个箭头往这来 往这 放这以后 一二三 把这个放到这 记住 这个时候 它应该就叫File了 它就叫磁盘文件 所以把这个呢 用一个黑色表示 然后呢 我们的箭头应该是这么去做 它应该是这么做的 所以告诉大家 Suffle操作 就是当前我给大家讲的原理 所以咱们在这补充一下 咱们的Suffle操作 它一定会落盘 所谓的落盘 就是会写磁盘 所以咱们当前的中间这个过程 就是Suffle 记住 咱们把这个东西给它画一画 把这个东西咱们画到这来 画到这来 放到底层 然后呢颜色给它标记一下 这个就是把这个往里面放放吧 往里面放 把这往里面放放 这个东西 它是我们的File 其实它就是Suffle 它就是我们的Suffle 来 好了 把这个给大家去说一下 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最起码你要明白 我们当前的这个放这吧 这个咱们就叫File 咱们这里就叫File了 然后把这个用一个我们黑色表示 下面这个咱们全都给它写上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三个文件 但是它整体上我们称之为叫Suffle 那具体的操作 咱们下一个再讲 大家休息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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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